优优独播剧场——YoYo 还有王都的高层贵族们感觉也在隐瞒些什么 谜题越来越多 卢格需要了解的真相也越来越复杂 那么本期影片即将进入新的篇章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一次会在王都发生什么吧 此刻卢格三人正坐在前往王都的魔物马车上 同城的还有葛兰华伦侯爵 这可是无论年龄还是地位 都比卢格高得多的大人物 两人简单客套了解决后 侯爵告诉卢格 这次邀请卢格来王都 一是为了表彰他的功绩 二是中央希望卢格能出席表彰会后的派对 三是亚兰加路拉希望借此机会 邀请卢格前往中央圣语做客 看来又是新人物 卢格默默记住亚兰这个人民 不过最令卢格在意的 是这些贵族乃至王室 都愿意相信卢格那一封小报告书 这次任务 中央没有派监察者留在卢格身边 就算有车夫 他也没有跟着三人进城镇 而且关于诸讨魔族的习得方法 还是卢格随便说梦里女神给的 那么问题来了 在没有外人目睹的情况下 如何证明兜处魔族已经被确实讨伐呢 就算是被讨伐 那又如何证明就是卢格干掉的呢 明明那些王室贵族都喜欢猜忌 然而他们却无视了这两个问题 仅凭一封报告书 就把卢格邀请到王都 还搞出这么大的阵仗 现在就连圣语里的人都邀请他去 确实有点不对劲 卢格并不打算隐藏自己的疑惑 他询问侯爵 中央为何能轻易相信自己的报告 而侯爵给的答案却是 我跟你属于同一阵线 同一阵线 孩子更疑惑了 葛兰华伦侯爵若有深意地笑了笑 在卢格耳边低语 我也赞同诺伊修 卢格秒抖 看来诺伊修已经成功拉到了一名大人物 之前的影片有提到过 诺伊修作为新兴贵族中的一员 目标是改革国家 因此他需要强有力的后盾 他跟男主在学院期间 就已经到处召集伙伴 没想到现在已经拉拢到了侯爵 社交鬼才实锤 不久三人终于抵达圣域 地亚与塔尔朵换好礼服 艾伯纳与之前巨魔战中出现的骑士瑞秋 早已在此等候 彼此打完招呼后 大家开始交换情报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 一个白色的影子出现 白发白冠白衣 就连肌肤都是雪白的 来者就是亚兰加露娜 也是国之主教亚兰教中位阶最高的巫女 顺带一提 亚兰不是少女的真实姓名 她只是一个称呼 是代代相习的名讳 明明是首次与亚兰巫女见面 但卢克在见到她的一瞬间 就知道对方在效仿那位女神 基于某种理由 女神现身介入了这个国家 才有人模仿她的外貌 恐怕是女神为了掌管世界 便创设了利于营运的宗教 亚兰优雅地站在众人面前 表示欢迎大家来到圣域 语气温柔 但只要经历过就能听出 那是刻意用于打动人心的腔调 亚兰的身段 行为举止 发声技巧 全部是用于传播宗教的手段 之所以请你们清零 是为了揭晓秘密 真相应让天选者周知 竹台火焰随着她的话语悉数熄灭 周围陷入一片黑暗 墙边有物体微微发亮 亮光从等聚成列的石像涌现而出 出现了貌似蛇 猪 兜虫等生物 与人类混合速成的异形石像 一共有八作 其中只有猪和兜虫石像散发着红光 其余都是绿光 猪是勇者与卢哥一起解决的 兜虫是卢哥自己干掉的 这两个魔族现已不存在 所以才会散发红光 这不是巧合 魔族共有八名 有两名已经被打倒 你们的差事 是将剩下的六名魔族打倒 而且更要阻止魔族 意在让魔王复活的行动 亚兰面对众人如此解释 所以中央那些人 实际上是因为有这些石像 所以才会相信卢哥的报告 确切来说 有没有报告都无所谓 他们能从石像上找到答案 不过话说回来 卢哥好奇的是 原来魔王并非自然诞生 而是要靠复活 另外这八作石像 应该早就存在于此 明明靠这些 就能知晓一些重要的情报 为何现在才告诉卢哥他们 这与表面上 一副着急驱赶魔族的样子 完全不同啊 中央到底在隐瞒什么 亚兰加露娜大人 请问为何我无法 事先得知这些情报 若能目睹这些石像 我也能推敲出 魔族的种类与能力 事先做准备 得知魔族的外貌是关键 魔物及魔族 都具有与外形相符的能力 再加上马河那边的情报网 一定能有所收获 然而亚兰听完卢哥的问题却表示 你所言甚是 不过这座圣域属于机密之中机密 在认定你足以信任之前 我无法揭露这些 好家伙 竟然信不过 为啥还要让人家帮忙杀魔族 难道魔王复活一事 也算是机密中的机密 当然 原本是只有勇者才能知道的情报 不过圣骑士大人 教会认定你值得奉告 既然卢哥被认定值得奉告 亚兰继续科普 魔族杀害人类的目的 在于收集灵魂 进而用灵魂培育生命果实 一颗果实至少要五万人的灵魂 但假如灵魂强度 是卢哥或勇者这样的 那么一个灵魂也能培育成果实 所以那兜虫才会喊结石什么的 所以它才会吞噬了一整座城镇 城镇越大 人口越多 越容易被魔族盯上 然而王国不能发表这项情报 国民们要是听到 魔族会以城镇为单位的歼灭的话 必定会引起相当的恐慌 所以中央那些人 没有走漏半点风声 并一直把勇者扣在这里 隐瞒盛气是大人至今 真的很抱歉 假如能早点确定 你也属于天选者就好了 又出现了一个新词 天选者是什么 你应该从伟大的白亚女神 威奴斯大人那里借过神域吧 你的报告上所描述的女神特征 无疑就是我在梦中见到的威奴斯大人 不仅如此 根据卢各胡州的报告 上面写着猪讨魔族 也是从女神那里得来的 这样一来 亚兰更加确信卢各也是天选者 为什么说也 是因为亚兰据说是女神的代言者 他也能在睡梦中见到女神 然后将女神的旨意带给世人 大概每隔三个月 女神就会出现一次 并将圣言托付给亚兰 就算不动用超常现象或奇迹 女神只要透过言语 便可介入人类社会 确实是相当省力 又合理的介入方式 卢各微笑着请求亚兰 帮他向女神表达谢意 实则是想警告女神别多管闲事 亚兰点点头 随即用他那温柔 却带有力量的音色 向众人宣布 勇者 天选者 还有与其同道的伙伴 你们听好 讨伐剩下六名魔族 以及阻止魔王复活 正是几位被赋予的使命 卢各一边行礼一边思考 总结今天的情报 以及那位神秘蛇女的话语 可以得出魔族之间 应该在竞争 谁能先让魔王复活这一点 卢各又想起了 女神一开始的话语 勇者在打倒魔王后会发狂 也就是说 魔王复活是必然事件 总之不管认不认命 卢各还需要更多情报 现在的他万万不可操之过急 就算是既定的未来 他也计划挣扎到最后一刻 在之后的派对上 中央那些人们对卢各非常满意 不仅对他大为赞叹 还将诸讨魔族的数字公开 成为国家外交手段的质保 哎呀 圣骑士大人 你的杯子空了呀 一名鹤夫黑发的妖艳女子 端着酒杯慵懒地与卢各搭话 这女子看一眼就能认出 是之前的蛇魔族女人 现在他身上一切魔族的因素 全被隐藏起来 魔力也被压制住 不过脸上还是一副极其暧昧的表情 这女人提出想要与卢各单独聊聊 因此顶着两位老婆友善的目光 卢各暂时离开派对 在两位仆怂的带领下 来到一间房间 从进入房间的那一刻起 卢各就能闻到一股甜腻的香气 与受化后无法控制的塔尔朵不同 这应该是那女人自己释放出来的 见卢各处处提防 女人干脆让那些仆人全部现原形 想要共享机密 双方还是坦诚些比较好 确认这里没有其他人类后 双方进入正体 你无意让魔王复活对吧 现在坐在卢各面前的这条蛇 已经成功混入贵族 想必也获得了一定的身份 地位 既然有魔族 必定伴随着傀儡 国家中枢会有多少公蛇操控的傀儡 卢各想都不敢想 假如这条蛇真要对他动手 他大可没必要暴露身份 所以保险起见 卢各必须再一次确定这条蛇的目的 索性我们有共识 其实呢 我是不希望魔王复活的 如果魔王复活 魔族就会丧命 我才不想死呢 女人一脸嫌弃地继续解释 简单来说 想要魔王复活 至少需要三颗生命果实 魔王一旦复活 会吸收掉所有魔族 只有献出果实最多的那个 才会被选为魔王的主体 所以要想不被吸收掉 魔族们只能拼命培育果实 至于这女人协助卢各的原因是 一旦成为魔王的主体 体内将存在几万个灵魂 这样一来 他就不再是他 女人不想丧失自我 也不想被吸收 因此才会拖累其他魔族的进度 再者 女人还说自己喜爱人类文化 他希望继续保持现在的生活 通过暗杀者的职业观测 卢各确定女人没说谎 可以判定自己与他利害一致 勇者太过青涩 没办法交涉 因此我才会对你公开身份 那么 你呢 若要交涉 卢各这边也必须给一个强有力的情报 否则会引起对方怀疑 因此他说出了女神的预言 也就是魔王会被勇者打倒 以及世界会因为勇者暴走而灭亡 卢各告诉他 自己的目的就是改变未来 是吗 那我非得协助你不可了 女人伸过手 看来交易达成 卢各予以回应 对了 你可以叫我米娜 米娜露出迷人的微笑 卢各也回忆职业假笑 这下有了不错的合作者 王城内的政治工作 魔族的情报 双方面都可以得到支援 不过合作是一回事 能否信任还无法确认 米娜的情报估计也是真假参半 他喜爱人类是真 但不愿意追求力量估计为假 站在米娜的角度 因为米娜是想要利用 自己与王国杀掉所有魔族 在本身不会与其他魔族交融的情况下 成为魔王 既然如此 卢各这边也不会客气 这本身不就是一场相互利用 榨干对方 直至最后并抛弃的游戏吗 当然回到两位老婆身边后 少不了一阵冷嘲热讽 三人收到了很多封拉拢信 与派对邀请函 在这些信件中 卢各只选择了诺伊修的 是因为他看见参加者名单上 有米娜的名字 出于好奇 卢各必须前往观察 蒂亚与塔尔朵都很疑惑 但因为合作默契 卢各不能把米娜的身份 透露给他们 只能用其他方式 来安慰自己的老婆了 让我们把镜头转到另一边 纯白女神一如既往地 在全白的房间内监测 分析世界 独处时的女神没有任何表情 仿佛一台机器 从头到指尖都散发着冰冷的气息 确认阶段进程 确认偏离世界崩解的预测 误差5.623 推断为不确定性因素 卢各图哈德所致 抵达崩解的概率 由99.87% 下降至86.34% 世界仍有近九成的概率会灭亡 但毫无疑问 能一点点脱离 近乎确切的灭亡 已经是一大进步 外来因此并非只有卢各 没错 女神也找了其他棋子 但在对比分析下 目前只有卢各这个个体的成功率 有所提高 因此女神立刻改变思路 一切以拯救世界为出发点 所有行动 皆围绕此思路展开 确认行动方针有误 认定卢各图哈德有特别之处 向高阶存在进行提议 上称卢各图哈德的功绩 判断卢各图哈德 具有以概率论 无法解读的某种潜力 与其将外来因子死亡后 保住的资源用来填补心血 女神宁可选择堵在卢各身上 出自女神的提案 经高阶存在判断 获得批准 确认许可 确保向卢各图哈德 供应追加资源 计算720436套方案 想要计算最高概率 否定 就卢各图哈德而言 概率无法作为绝对的指标 因此女神做了一项角色 这是她无法透视过 全能演算未来 所得到的答案之后的判断 向高阶存在申请资源 或者 需要37日方可取用资源 为求有效运用 接通与现实联系的渠道 亚兰加露娜 亚兰教 以女神为最高旨意的教徒们 其实只是低成本 管理世界的舞台装置 只要出现在一位少女的梦中 说几句话 就能将自己的讯息传播出去 确实是极为好用的工具 在踏入名为亚兰教少女梦境时 女神换上温柔的笑容 这是仁慈的圣语之效 今天 女神也同样淡然地掌管着世界 上期影片我们讲到 卢各受邀来到圣语 在这里出现了一名新角色 亚兰教最高巫女亚兰 亚兰将卢各他们召唤至此 是想告知 还剩六只魔族有待讨伐 卢各与勇者 则将成为诛讨魔族小队的率领者 另一边 蛇魔族米娜也正式登场 她与卢各达成合作关系 两人在接下来的行动中 将共享情报 同时针对卢各的异常发展 女神这边也展开秘密行动 故事的走向越来越有趣了 疑点也越来越多 本期似乎还会有新的角色登场 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马上开始吧 在王都派对结束的第二天 卢各他们如约来到 凯菲斯公爵家的别馆 也就是好友诺伊修的家 聚集于此的 大多是年轻有才干的贵族 亏你能来呢 卢各 被众人环绕着的诺伊修 来到卢各面前 卢各也露出熟悉的职业假笑 他关心的不是诺伊修 而是站在诺伊修身后的蛇魔族米娜 米娜仍然挂着一副极其暧昧的表情 微笑着点头问好 某两位后宫不禁暗中乍毛 各位我来介绍 这是我的学友兼猪讨魔族的圣骑士 卢各图哈德 诺伊修的这句话 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的目光 全是憧憬 向往羡慕的目光 卢各感觉自己被当作了偶像 身为暗杀者的他 备受瞩目还是有些不习惯 即便如此 他还是按照礼节向大家打招呼 接着 诺伊修大声道出了自己的真正目的 我将卢各图哈德找来这里 是要让他认识我们 奥奎多骑士团 配合诺伊修的号令 聚集而来的青年整齐话意的排成队伍 宛如波浪一般 列队人员由排头随着自剑拔出配剑 并且不偏不倚地举至胸前 非常优雅 不愧是诺伊修看上的青年 个个都拥有宝金锻炼的体魄 与不可忽视的潜力 这支奥奎多骑士团 是诺伊修在学院期间 导出挖掘来的人才 他将他们集结于此 再由凯菲斯加出资赞助 便成立了国家公认的 第二支魔法骑士团 虽然规模不够大 但大家皆有实力与热情 总有一天 我们将得到足以超越 国内正规骑士团的实力和名声 看来这孩子是个理想主义者 不过年纪轻轻就能拉到这么多人 确实也能证明 诺伊修的人际关系不容小事 然后呢 你也要我加入奥奎多骑士团 我没那么说 但考虑到今后魔族只会越来越多 我们会与你并肩作战 既然勇者不能离开王都 那我们就来协助你 骑士团的众人连连点头 帮助讨伐魔族 立下功劳一举成名 在名誉地位飙升的同时 还能获得更高的话语权 这就是诺伊修的计划 这些道理卢哥都懂 但他还是立刻拒绝了 不必会造成妨碍 话一说完 现场仿佛被冻结了 比起让他们丧生 不如现在就泼冷水 骑士团什么的 在魔族面前就是过家家 根本不值一提 果然那些年轻人脸上的表情 从憧憬慢慢变为愤怒 诺伊修尴尬地笑着 玩笑开成这样就伤人了 卢哥 你是在激励我们吧 不 句句属实 骑士助阵只会成为累赘 面对魔族 我没有余能一边保护你们一边战斗 与兜充魔族一战 塔尔朵用上了追随我的重骑士 用了兽化 还用上了药物 才勉强能拖住一小会儿 争取时间都费力 还怎么保护其他人 诺伊修显然不服 他能明白塔尔朵地亚很优秀 但同时他也相信自己足以匹敌这两人 卢哥叹了口气 首先 你们当中会有人用猪讨魔族吗 答案是没人能使用 那你们怎么打魔族 最起码也要会使用吧 那由我们接手伴住魔族的工作如何 卢哥摇头 我们没有保护累赘的余裕 诺伊修挑眉 难不成你想说我跟骑士团的能耐 会输给塔尔朵一个人 卢哥毫不掩饰地表示 他就是这个意思 嘲讽到位了 这下直接一点面子都不给了 诺伊修成功被戏倒 为了挽回自己骑士团长的尊严 他提出要与塔尔朵一战 一边的塔尔朵突然被Q到 瞬间陷入慌乱 但看见卢哥肯定的眼神后 他安静下来 走上前 卢哥允许塔尔朵使出权力 这就代表着允许他展现兽化的力量 同时下达的另一项指令是 一击定胜负 塔尔朵点点头 伸手接过木枪 来到诺伊修的对面 诺伊修嘲讽地笑笑 卢哥 你还真把我看扁了呢 出于绅士礼节 诺伊修温馨提醒塔尔朵最好换身衣服 毕竟穿女扑服打架也太香 不是 也太不方便了 但塔尔朵表示衣服是特制的防具 穿着打架不外事 同时塔尔朵还反过来 支支吾吾地提醒诺伊修要接好攻击 他可不想造成人员伤亡 诺伊修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好家伙 真的有被主仆俩气到 他不想多说些什么 立刻举荐备战 传统的正眼架势毫无破绽 裁判宣布比试开始 塔尔朵身上瞬间冒出狐狸耳狐狸尾巴 吃瓜人群中发出了不少赞叹的声音 同时塔尔朵那怯生生的眼神变得极为凶狠 兽化副作用会造成狂暴化及亢奋 他盯着对面专注防御的诺伊修 下一秒塔尔朵身影消失 再次出现在众人视线时 他已经踏入了勉强能用长枪触及对手的距离 接着变朝中的横扫 诺伊修勉强反应过来 然而木剑与木枪相碰 兵器与角力间开始碎裂 但塔尔朵直接以蛮劲打退对手 木枪在完全碎裂前 便将木剑连同诺伊修一并击飞 诺伊修飞出场地 直到撞在庭院的仓库上才停下 我按照吩咐赢了 卢哥少爷 塔尔朵毫无遮掩地露出喜悦之情 大尾巴也欢快地摇起来 骑士团的众人看着塔尔朵 各个面带惊恶以及恐惧 而诺伊修手按在腹部 拖着脚步朝这里走了过来 诺伊修 这就是塔尔朵的势力 然而即使如此 也只能拖住魔族几十秒 你明白当中的含义吗 现在这些骑士们的脸上全是绝望 之前他们听说过魔族很强 但没什么观念 直到今日目睹现实以后 再也没有人抱着 要打倒魔族立功的念头 诺伊修怎么说呢 这孩子的眼里已经没有了光 他嘴里喃喃着需要力量 之后坚持不住 倒下昏厥 再起不能 骑士团小弟们立刻将他送往治疗 塔尔朵解除兽化 回到卢哥身边后 还是有些担心 但除此以外 再无别的办法了 卢哥只是希望他能正视现实 所以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这句话是问格兰菲尔特伯爵夫人的 其实这是米娜化为贵族的身份 这是我的兴趣 那男孩最后绝望的眼神 实在令人胃口大开呢 我都忍不住动心了 那是我的朋友 如果你敢对他出手 就要有相应的觉悟 这是契约之外哦 蔡说我又不会对他做什么坏事 那我也会按自己的方式行事 米娜诺有所思地笑着 那可真是让人期待呀 在离开尴尬的现场前 以防万一 卢哥警告骑士团 不允许他们以及诺伊修 再接近格兰菲尔特伯爵夫人 卢哥只能帮到这里 他可不想看到自己的朋友走上其路 因为隔天还要与洛马林公爵会面 卢哥三人只能先回到暂时提供的房间 洛马林家与凯菲斯家 皆属于四大公爵家 同时洛马林家与托哈德家族 有着密切关系 一般来自王室的委托 都是经由洛马林家族 来传递给托哈德家的 简单来说 该家族相当于卢哥的老板 因此卢哥想推也推不掉 因为只能要求携带一名随从 卢哥计划让塔尔朵 跟着自己前往 虽然有些不服气 但蒂亚还是拜托塔尔朵 要保护好卢哥 以及自从回到房间后 蒂亚就神秘兮兮的 还说自己要戴上耳塞 专心研发魔法 让卢哥与塔尔朵不要打扰他 好家伙 这暗示的也太明显了 看着蒂亚离开后 塔尔朵挤出声音对卢哥说 卢哥少爷 请问你记得我提过 假如我能将瑟瑟的事情 运用在暗杀方面 就能帮到更多的忙吗 记得 我阻止你了 接着他低下头 声音变得更轻了 少爷对我讲的话 我记得是将来再说吧 似乎是有些不好意思 塔尔朵的手指不停来回扯着一脚 少爷说的将来 就不能是现在吗 卢哥成功愣住 我一直想让少爷疼爱 可是又有点害怕 可是少爷会跟蒂亚小姐 做那种事情 而且跟别人也会 还有少爷老是盯着 那些火辣的女人 所以说我已经不想再等了 原来如此 看来塔尔朵是误会自己跟米娜了 卢哥想要劝塔尔朵冷静下来 毕竟受话副作用下说出的话 可能并非本人所愿 但塔尔朵非常激动 跟他没有关系 我从以前就一直希望如此 情绪如此激烈 一点也不像平时乖巧的女仆 我有用功学习 只希望把少爷吃掉 所以一点也不害怕 学习 用功学习 信息量很大嘛 卢哥将塔尔朵揽进怀里 用手轻抚他的背 看来你真的不怕了呢 之前塔尔朵还会紧绷身体 现在甚至能主动抱住卢哥 我不会再对少爷感到恐惧了 所以拜托你 明白了 塔尔朵是个好女孩 他的温柔体贴 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卢哥 或许从前只是当作是合格的助手 但在不知不觉间 卢哥已经改变这种想法 塔尔朵无疑也是他最宝贵的存在 是不可替代的存在 答应塔尔朵的要求 不是受蛊惑 也不是意识兴起 更不是不怀好意 这是卢哥遵从内心 一遍又一遍地确认后 才做出的选择 塔尔朵与地亚教会了他 表达爱意与垂帘的方式 这正是前世的自己 不曾拥有的体验 第二天换好礼服后 卢哥与塔尔朵如约来到 王城内的庭园 这里开满了各种品种的花 说是世界上最美 最为奢侈的空间也不为过 在用人的带领下 卢哥被带到庭园中的凉亭 在那里早就存在 另外两位的身影 法琳娜公主 洛玛林公爵 圣骑士大人及其随从到了 卢哥走上前 一名拥有桃红色的长发少女 以及他身边的那位金发男子 一同转过身来 不愧是王室与洛玛林公爵家 这两位人物长得如此美形 那位法琳娜公主 似乎年仅十几岁 看见卢哥 他轻轻点头微笑着 奇妙的桃红色发丝 也跟着浮动 虽然人很随和 却给人感觉也没那么容易接近 这就是王室 因此卢哥低头 单膝跪下 初次谋面 我是图哈德男爵之子 名为卢哥图哈德 新角色登场 感觉这个公主与公爵都不简单啊 他们把卢哥找来到底要干什么呢 欲知详情 敬请期待下期解说 如果喜欢的话 还请点个赞点个订阅 大幕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动漫讲解 让我们下期再见吧